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得還好嗎? 我是寶可夢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頻道的影片呢 又要再進化了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說 一般的youtuber 他可能會習慣你做某一種特殊類型的影片 然後就fix在那邊 但我不一樣 我一直很希望能夠藉由這個媒介呢 然後傳達更多不同的訊息給大家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今天的主題就是我的新書 這個之前我有辦一個活動啦 就是邀請大家來讀我的書 然後呢寫心得做比賽 那這件事情大概是我在我生日慶 大概是五月時候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youtube的這個朋友呢 可能那時候還沒有再追蹤我 所以就比較不知道 那現在呢就是成果發表的時刻 這一次一共有14個人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呢我打算用影片的方式 然後念出他們的心得 那最後再做一點簡評 那簡單就結束這個回合 那大概會來個十來值吧 看情況啦 但基本上我覺得 每一個人的分享都是非常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我也願意為他們做一支影片 然後讓他們的 應該說他們的文字 能夠在網路上被看到 被閱讀出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是 一起來共襄盛舉 好嗎? 所以呢我們有一個新的系列的影片 然後這個系列的影片呢 有別於我們的上課類型的 這個每日一支影片 也有別於我們的Vlog 然後也是以我們 以書本為單位的一個全新的系列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有一點類似是一個 讀書心得系列的影片 好嗎? 事不宜遲繼續往下走 好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來自於我的 應該說我這一篇心得 這篇心得的話其實是 我在生日慶的那一個月份 你看5月4號寫的 就是給35歲的自己 我不比別人聰明 但是我肯努力 所以這就是寶可夢 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夠用我自己自身的經歷 跟我目前在經歷的事情呢 能夠給大家一點點 鼓勵 假如說你跟我一樣是一個 走在這個社會上 但是不上不下 有一點就是沉悶 然後就是一個社會中間份子 但是也不知道自己能夠幹嘛的人 也許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參考跟借鏡的 我也希望 我能夠做到的事情 相信你也可以做到 你也能夠跟我一樣 漸漸的往財富自由的方向走 好 那這邊的話這篇文章 你們有興趣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的資訊欄 我會放上去連結你們可以看 然後最主要的話就是說 我成為部落客的這段時間 其實非常的辛苦 我從來沒有一天鬆懈 每天都很認真的在思考 我要寫什麼東西 帶怎樣的主題的內容給大家 那這件事情呢 這樣子的心態 從來都沒有止歇過 都沒有停過 包括我後來轉戰到Podcast 或者是這個Instagram 用照片來跟大家分享 乃至於現在的YouTube用影片 透過各種不同的媒介 我在做的事情 永遠都是一樣 就是求新求變 做得到比別人更好 所以我不是一個最聰明的那個部落客 但我絕對是最認真的那個部落客 好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 就是每一個人都只有24小時 那到底怎麼辦呢 我已經睡那麼少了 每天要產出這麼高濃度高程度的影片品質 然後還有就是你要再寫文章 你還要上班 然後你可能還要再拍那些放在Instagram上面的美照 到底誰有這麼多閒時間 所以很明顯的一句話就是 這個女人的乳溝也是可以擠出來的 那男人的時間其實想辦法也是可以生出來的 好不好 我都可以做到 你一定也可以 好 所以呢 每一個人都可以善用自己的時間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好 我也希望我是一個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那麼 Follow在我身邊的所有的小財神 然後再看這支影片的你 我都希望你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越變越好 好不好 我們不是要灌你雞湯 我們就是要成為雞湯本身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樣好 所以 這一次的話呢 就是讀書新的報告 也就是邀請大家來讀寶可夢的這本書 好 那我這本書裡面呢 其實有蠻多單元 其實也蠻厚的 好 如果你真的有認真閱讀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會有所收穫 所以呢 今天的重點 就是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已經讀完這本書的小財神們 他們有沒有什麼心得 好不好 我們就接著往下走 好 好 其實呢我都已經把他們都整理出來了 好像在這邊的話呢 其實 很長很長的一個list 然後好多人都有在寫 那你看這邊你會知道 其實像劉先生他自己有經營他自己的blog 所以他要把他的心得放在上面 等一下可以看一看 然後後來下面的這些人 其實他們都寫蠻多的 所以這些的話呢 我們會就是用影片的模式 一一的來跟大家分享 我相信這對大家來說一定會有所幫助 因為這些絕對不是空穴垂風隨便亂寫的 而是真的要有他自己的想法跟見識 才有可能就是寫出這樣子三五百字的文章 但也絕對值得大家一讀 好嗎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個劉先生開始 那劉先生他寫說他很早就寫了一篇心得 剛好還可以來參加比賽 這一個月呢還可以再補充這樣子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寫的這篇blog文章好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已經把它拿起來了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來就是追蹤 或者是訂閱他的頻道 就是多多的互相觀摩跟學習這樣子 他的前言寫到說 趁著休假的時間 預購了書籍到了7-11 迫不及待的去取貨 回到家後開啟閱讀模式 轉心花了四個小時 讀完了250頁的精華 哇 四個小時居然就可以把我的書看完了 他真的是看的有夠快 對這本書我可是花了半年才寫出來呢 寶可夢的刷卡賺錢秘籍 這個理財大愛夢群示範 讓刷出去的錢自己跑回來 然後呢本篇文章這樣分享 本書的讀後心得跟為什麼推薦 對這本書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參考下面的分享 那他有列出幾個適合的讀者 這其實這個文章結構很像寶可夢寫的文章的這個樣式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你有機會可以再把它轉化成你自己的寫文章風格 那麼以後你就會跳脫出寶可夢的這個style了 這個想要了解如何正確使用信用卡 對於信用卡有不好印象或傳統觀念的人 愛出國的購物狂 社會新鮮人跟理財的小資主都很適合看這本書 我來看看他第一個分享 他說 他說 這本書的作者 粉絲們都稱呼寶大的相遇 首先小編也是剛出社會工作 至今還滿兩年左右 說是社會新鮮人應該也不為過 由於對於自己的 對理財是非常有興趣 所以下班的時候也時常涉略一些 額外的賺錢或是省錢的資訊 而開啟我對於銀行這一方面 不管是數位賬戶或者是信用卡 其實是我的大學同學 因為他是做總物才買 才購 所以很需要這方面的知識 某一天他突然推薦我辦彈星的RECHART賬戶 他說可以賺到開戶裡500元 然後大家覺得說 哇 這麼好的事情 所以他就順手辦了 所以大家要被推坑都是因為RECHART RECHART真的是很厲害 所以呢 因此就開啟了這個 這個劉先生他自己對於這方面的興趣 當時的同學已經有辦了三四張信用卡 因為他說是為了購物可以賺回饋省錢 原本當下自己也想辦 可是才剛剛工作沒有什麼存款 所以就打消念頭 這邊有講到重點 就是如果你自己才剛出社會 請你不要貿然辦信用卡 因為很容易被打槍 我也推薦大家 你至少有三個月的新轉以後 你的這個新轉收入數字比較漂亮了 讓銀行覺得你是一個還得起錢的人 那麼你再來申請信用卡 會比較好哦 然後他說也是到工作一年多以後呢 有一點存款才辦下人生的第一張信用卡 OK 這邊綠色的連結呢 非常聰明就是可以點擊購書啦 就是這樣子 推薦的原因呢 應該是因為演算法的關係 常常在網路上找信用卡的資訊 被臉書推薦寶大的粉專 寶可夢的理財記事本 後來也成為粉絲讀者 所以出書的話一定要支持啦 除此之外呢 當然是能夠保證文章是很有價值性 才會推薦 如果沒看過的可以去看他部落格逛逛文章 主要是分享關於信用卡的最新資訊及優惠 書的內容也很豐富 下面會跟大家分享每一個章節的讀後書評 他這個也是非常的用心 就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寫到這麼仔細的 OK 來章節的話呢 我的書應該有分四個章節啦 其實本來有五個章節 但是有一個部分拿掉了 希望將來有機會可以出書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們先就我們已經出版的部分跟大家聊聊 第一章 換現金及紅利展里程 花出去的錢自己留回來 第一章節呢 這個節應該是錯字 主要是介紹信用卡刷卡回饋優惠 以及信用卡的相關專業術語跟鄉民的用語 讓讀者先認識信用卡 明白該如何使用才能夠達到最大化的利益 這個講得不錯 如果你是小資主的話 這個章節也是一定要看 因為其實我發現有很多人對於這個信用卡的概念 其實是比較缺乏的 或者是說他根本不知道 所以這本書的話你就算不買 也請你要在書局把它翻一下 基本的知識 如果你有吸收到的話 那就不枉我 花錢出這本書 當然不是我花錢 就是出版社幫我們 就是出了這本書 的這個用心良苦 因為你就算你不買書 你讀一讀 你有收穫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最大的肯定 好不好 你不既然要買書 但是請你要去除去翻一下 然後呢 如果是很常出國跟出差的朋友 一定要看 隨著年度刷卡的額度不同 你會了解自己適合的卡片 所以其實像我們 稍早的直播 7月30號的直播 也有粉絲朋友來直接詢問我說 應該建議我要刷哪一張卡片 其實我也都是 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 就在這本書裡面 我都有講了 那只是說 有些人可能不見得 有知道這本書的存在 所以我就直接在直播的時候 又講解了一次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話 請你去翻我7月30號的直播 當天的影片 大概在前面20分鐘 就會講到這個問題 所以你應該去看一下 第二個章節 總辦卡數破過477 現在已經破500了 第二章主要是作者的辦卡 行路歷程很多的案例可以借鏡 開過如此多張卡片 累積許多於當 現在當下的銀行的過招經驗 個人覺得這部分非常有趣 原來辦信用卡還有這麼多美角 多了解很多人的故事 也可以增廣見聞 所以基本上我的書 不會非常的生硬 而是用一種 我就在你面前跟你聊天的這種方式 來跟你分享我的累積的經驗 所以它絕對不是一本非常深色的教科書 而是一本非常生活化 但是又具有專業度的好數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支持一下呢 好來再來往下 當然成功必須先付諸行動 才有可能改變 這邊是第三章 我先從最上面開始分享 脫離小資主的框架 我這樣存出第一桶金 這個第一桶金真的是大家都好想知道的 這個存錢的訣竅 之前品觀點的他們這個頻道 也有找寶可夢去講一集這樣子的內容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你們就是可以在網路上多多涉略 跟收集相關的資訊 那我在我的書裡面也有介紹到這個段落 最後一章也是描述作者 讀者跟讀者有關的人生財富經驗談 除了省錢離債以外 還要怎樣才能夠賺更多錢 也就是開源 相信很多人都希望能夠不要為錢而煩惱 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 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辦法擺脫這個窘境 當然成功必須先付諸行動才有可能改變 許多成功者的背後都是 歷經無數次的失敗跟經驗累積 尤其是網路資訊爆炸的世代 人人都可以上網來提升自我的能力 或是斜槓創業讓自己的財富日益 這個往上增長 Bonus在推薦另外一本書 富爸爸 窮爸爸 窮爸爸 富爸爸 要先投資自己改變思維才有可能致富 這部分其實也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劉先生 他其實寫的都還算是蠻完整的一個敘述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書的話 你看了他的這一篇文章 你就會知道其實 大概我書裡面的架構是怎麼樣 那有興趣再去數學翻譯一下就好了 然後他這個結論的這個結構也是 跟我的這邊很類似 雖然有些小觀念小編也是自己有所知悉 看完這本書後會更加理解自己沒有走偏 總之善用信用卡可以成為省錢的利器 不是以前新聞常聽到的卡弄 那其實是不懂得如何克制自己的欲望 才會導致這個結果 選一張適合自己的信用卡 還能夠達到省錢理財 推薦這本書給一樣是小資主 或是朝著財富自由努力的你 努力不一定有成果 但是沒有努力 絕對什麼也沒有 所以我很喜歡他最後講的這句話 就是你如果不努力的話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你一定要努力 你才有可能有所成就 那這邊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寶可夢為什麼會如此有影響力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我之前 我寫部落格寫十年了 我知道這三年才開始有一些媒體關注我 所以之前七年的時間呢 你要一直不斷不斷的耕耘下去 人家都覺得說你不就是因為你有名氣 所以人家在找你才更厲害嗎 不是在美光燈的後面 我也是每天持續而不間斷的努力 不論是寫文章 不論是想 想任何拍影片的切角 或者是你要跟廠商商家談判 Anything能學的我一定學 能碰的我一定是自己去碰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 人家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真的是這樣子 人家找我去談講座 為什麼我的講座的費用 會比一般的講師還貴的原因 當然是因為我是真采實學 而且我是自己一個人驗證過的 所以這樣子的理論 當然所非不次啊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也很希望大家能夠珍惜 每一次學習的機會 不論是看影片 不論是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你在電視報章雜事上面 看到寶可夢講的話 有機會的話 多去思索一下 多去思考一下 把我所講的內容吸收進去 這些東西經過思考 才會成為你的知識 而不會永遠都是別人的知識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第一集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邊跟大家分享到第一篇 很棒很棒的心得 也希望大家就是會喜歡這本書 有機會的話就是去書籍翻一翻 現在沒有推出的壓力了 但是呢 如果你肯多買書 多讀 多支持寶可夢 當然是好事啊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好 小鈴鐺台開起來 最新的消息才會通知到你家 也別忘了把這個很棒的心得 分享 公開的分享跟留言 按讚 給你的親友 好不好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寶可夢的這本書的珍貴之初 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